各位 今集維勞時政節目 我們請來立法會議員 法政牧師 管浩鳴 跟大家維勞聊聊天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維勞時政節目 我是今集的嘉賓主持 柯創勝 今天我非常之開心 請到立法會議員 法政牧師 管浩鳴牧師 跟我們接受維勞的訪問 管牧師 你好 你好 多謝你 管牧師 我知道你這段時間 都在立法會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特別是香港社福界新年新大行動 也在今年的5月29日成立了 其實這個大行動 應該為這個成立的目標和初衷是甚麼呢 三年之前我們開始有這個平台 當時主要是幫助一些界別 你知道當時口罩有沒有 物資有沒有 我們可以有些方法 特別在內地找到一些物資來救援 開始之後我們發覺都頗好 其實能夠使用左衷有不同的人 能夠在一個平台裏面 大家為了做一件事情去做 我會想一下會不會這個平台 可以繼續的工作呢 使香港的社會界能夠更加做得好一點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過往我們有甚麼重點 或令你很難忘的經驗 我記得很初期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物資都不夠 特別是口罩 還有很多時候 那時候連內地很多 譬如燒烤盆 全部都沒有 那時候我們就發覺 在內地很多的有心人 他們一季季地下來 那時候給湯火戶 其實你知道那時候的口罩 譬如試劑 炒得很貴 快室也很貴 很貴 那時候就很貴 那想一下怎麼辦呢 那時候幸好有這個平台 還有一些機構他們真的沒辦法 有錢都買不到 所以我們就經過這個平台 後來又在這個平台當中 我們又送過給湯房戶 大家都很開心 這個新年新大行動 我相信接下來有些不同的想法 或者一些不同的大計 可不可以借機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最主要希望 使我們不同的大家 可能不同的光譜 在這個當中 我們基本上都很團結 不過始終社工 社服教很多時候 我們都有我們一些既定的看法 或者我們基因上面 都會覺得對社會 如果有一些不是很公義的事情 我們都會比較敏感一點 可以這麼說 所以未來日子裡面 我希望藉著這個平台 可以大家能夠 集合一起的力量 回歸初心 希望我們就是 單是為了一些有需要的人 去到幫助他們 所以這個平台基本上是這樣的 我們都不是想跟任何其他平台做比較 只希望多一個的可能性 特別我們的優勢 可能跟內地的關係會相對好一點 未來日子裡面 我相信大灣區都是我們一個首選 特別我們面對一些老人人口 各樣東西 會不會可以在大灣區裡面的安老 甚至是其他一些可行性 我們都會去不斷地探討 當然政策倡議都會繼續做 沒錯 觀華我想請教一下你 其實你覺得我們怎樣能夠 很精準地就香港現時的社福的問題 去作出一些建言獻察呢 其實我想大家都要一些時間 基本上因為香港到今天的運問題 都不是三朝兩日可以搞定的 香港的問題比較深層次一些 加上我們現在面對的路量人口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都盡量希望理性一些去做 因為過往我們可能比較上面會感性一些 大家都會吵得多一些 我見到新一界代理政府都很好的 基本上他們起碼在火屋上面 劏房我們都希望有個告別劏房的可能性 盡力去做 不過始終社會問題 我相信要一時間去解決就未必得 希望整個社會大家都給一些時間 我相信業界就很努力這樣去搞 但我們都希望在政策上能夠明白 政府有時候都有它一定的困難 始終我們大家在不同的面子去看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看的方向有些不同 所以我想大家希望能夠找到一個 球同傳異的方法 能夠找到一個中監點 展望將來 特區政府應該還在社福方面 應該還要投放些什麼資源 更加精準去跟社福界的朋友溝通 以致可以幫助我們的基層市民 其實精準負貧最重要是看數據 基本上 過往我相信我們 可能知道香港特區的基本上的私隱 是非常小心的 很嚴密 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無論人口普查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精準 我們只是一個數字 基本上 所以我想日後來講 我看內地就很不同 因為他們基本知道 例如一些老人人口怎樣 一些其他的情況怎樣 例如他的疾病怎樣 其實這樣我們能夠知道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數據的話 其實精準負貧相對很難 還有基本上我們現在是一些灑著的樣子去做 如果日後日子裡面 如果我們真的找得到 還有可能是將資源傾斜 是一些真的比較貧窮 過往我們可能有些大維的都有做 例如我們派錢 但如果真的我們可以再精準一些會更加好 因為始終社會資源有限 特別面對我們要龐大的支出的時候 如果我們更加能夠知道哪些人需要的時候 那就比較重要 所以一定要先找到這些人 是 沒錯 即是我們要精準地找到這群受眾 好了 官方 我想我們很多觀眾聽眾都很關心 其實你這個平台裏面的成員 是來自怎樣構成你的成員組合的呢 其實我們有譬如有我的副主席 退休的高官是譚貢蘭 是呀呀 Annie 他很聰明的 是呀 你知道大家 另外其實我們有各大食食育機構 現在的Head都在 其實我們說明我們沒有一個會員仔 我們希望大家有心出心有力出來 其實我們基本上沒有一個staff 是呀 我們未來日子交會有 但我們其實覺得都很好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是 社會界很多精英 很多人材 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可以將它 大家一起融合一起去做 將它連結一起 是呀 所以心連心 要練得到才行 跟政府的心有連 跟內地的心有連 是呀 跟各方面的心都連 民間也需要連起它 我們多心 是好事來的 管牧 想跟你開另一個話題 你知道香港社會很關心 就是扶貧 座弱和安勞 我想問管牧 其實怎樣能令社會的基層市民 可以分享到這個經濟成果 你對於這個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想最重要是 大家都能夠對社會多一點的 可以說是傾著一些力量 在過往日子裡面 其實我們中央人民政府 其實對香港也覺得很好 但問題是可能有一些 是留意於商業的比較多 譬如我們有些sipper 其他一些的政策 其實對商界可能大家都覺得很好 但問題是一般基層市民 可能基本上不太覺得 我相信一個在基本上 一個好的社會裡面 可能有社會責任 所以我看到現在很多機構 譬如很簡單 最近我們幾多個好性房 都有一些地 又是由一些地產商借出來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方法 能夠使機能市民覺得 因為過往他們覺得 好像這些財團都是炸的 我們錢 那些大財團似乎 有些不是很好 譬如很簡單 很多大財團 我們都知道可能他們都困難 但問題是家親家都是他們 是 每個人都覺得 你又有家了 又要補助你賺錢 各樣東西 所以我想這方面 希望各個人都能夠 取回社會良心 始終來說 我們大家要共度這個難關 你怎樣看香港現在的 扶貧的功效 成效 扶貧最重要的是 我們用什麼去量度 因為過往我們就用相對貧窮 對 相對貧窮其實可以說 扶極都扶不完 這是一個基本上數學的問題 如果是絕對貧窮就容易一點 一絕對貧窮你希望定出一個貧窮 現在不是 所以覺得好像越扶越貧 變得大家都沒什麼力氣 輔導一下 我覺得可能定精準貧窮的線是很重要的 其實就是怎樣能夠令到市民 特別基層的市民 可以感受到這些經濟成果 其中之一個就是 我們希望是官商民同步合作 特別商界的朋友 可以騰出更多的資源 你說剛才的房屋的部分 高度性房屋其實是一個好例子 如果參考一下這個例子 在安老和坐藥方面 商界的朋友做了什麼可以做 你認為可以幫到我們的市民 更加體現到官商民的合作呢 其實我想現在有一件事好了很多 因為以往似乎一說到官商 通常不是合作 而是勾結 沒錯 最近我都見到一些叫做私人參見 不過都很奇怪的 譬如政府都可能很悲悲 譬如政府都說 私人參見就要找多一個AP 我又覺得很奇怪 其實老實說 他起樓不是一向有一個很基本的程序 其實你個個都要拿滿意志 因為私人樓一到參見的時候 就要多些東西 似乎大家都很難很覺得 怕利益輸縮 我覺得這些繁利要過一過 不要經常覺得 總之一有官商之家的東西 就不可以碰 其實我覺得官民合作是一個好事 為什麼呢 我們同一時間 其實政府是開不了很多項目 而且也沒有那麼多智慧 很簡單 我們起來的公共都是這樣 它不會變的 所以如果你多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甚至多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見到現在地產商很多 譬如一些弱勢社區 最近我們聽說有些共享空間 各樣的方法 令到大家拿出來 使得大家覺得 不是地產商不只是賺我們錢 甚至你說如果電力公司 又可以幫幫忙 將水利用可不可以改一些 這個關鍵 大家會覺得不是 因為有些人都會這樣說 有些人跟我說 其實8%不是很多 沒錯的 8%看你怎麼看 如果無風無險就多 有風險就算不多 看你怎麼去計算 但是它是沒有風險的 如果沒有風險的話 8%都算多 譬如其他的交通工具都是 因為我們見到只會加價 變成市民就覺得 不是我加薪也不能加多少 沒錯 你又不停加 那我怎麼辦呢 朋友所乎 將有所援 老有所意 這個是特區政府 一個福利政策的目標 其實這個目標你認為 怎樣可以將它轉化成實際的方案 讓它不會流於空凡的口號呢 我想這樣說法 每一個不同的層面 我們現在最要視乎哪些人要走 基本上我想 未來香港日子裡 比較緊張些 可能都是老人家 沒錯 因為我們老人人口 當然你說貧窮 就是一直都要做的 其實這件事必須要做 但未來最大的挑戰 可能就是按路的問題 因為我們進入了一個 老庭的社會 以及都幾急 基本上比較急 這方面我相信未來日子裡 就透過一些輸入外奴 透過一些希望在大阪區安老的可能性 其實我們什麼方法都想的 現在政府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面對這座都幾嚴重的大山 而且過往其實可能我們都沒有時間去做 似乎都幾急 因為未來的人口 我們到2030年左右 我們差不多是三個人 這個數字很厲害 有時候差不多200萬的老人家 剛才我聽到你多番提出 在大灣區安老 其實這個概念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大灣區安老 過往你知道 一講過河 大家就很緊張 過河 不得了 但其實老實說 以往大家都不想碰 其實內地政府也不想過河 不過現在就沒有辦法了 大家知道其實 不只是中港融合問題 香港真的受不了 其實老實說 我們過河就是搶別人的資源 不要打算我們一定益 現在我看到政府全速的 都是除了安老這個部分 例如醫藥過河 各樣事情 希望能夠老人家在內地的生活裡 起碼給香港有個選擇 我們不會逼他去的 不能逼他 但我們給他有個選擇 例如香港排多少都排不到 那怎麼辦呢 可不可以內地會快一點呢 甚至可能香港環境比較差 我們看到很多遠社 特別是私人遠社 真的環境相對比較暗力一點 沒錯 那會不會日後幫助他們在內地做呢 不會在香港這樣養下 會不會有些方法 我們現在都探討著 所以希望我們有些試點項目 都很難得 即是廣散民政廳和香港政府 簽了一個備忘錄 其實是從來沒有試過的 希望在這裡我們做得到 我們希望這個問題比較重要 其他如果過河 就可能好像最近有議員說 譬如說精神病那些 就可能敏感一點 內地人又會吵說不是 但老人家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顧目華剛才提到 其實大灣區是一個很好的潛能 讓香港可以過河 以至乎做到不同的對接 但其實提升社福水準 在越高的大灣區裡面 建設一個重要的一環 以你去觀察 以你去看 香港怎樣能夠和大灣區 更加做多些交流和合作 能夠讓這一個 是真的可以讓市民見到的成果 其實我想首先資歷互應 因為過往來說 其實大家都比較上面少 好像我剛才所說 比較過河有些敏感 是 沒錯 即使我們以往 其實我們自己教會 其實過往十年間 我們也有做一些幫助 內地的一些管理 各樣東西 提供一些諮詢等等 但因為過往始終大家都避忌一些 可能我們未燒到眼眉 即基本上 現在似乎我們真的見到問題很大 因為我們現在從來都沒有想過 以往只覺得硬件不夠 香港 但現在軟件都沒有 是 也好老實說 雖然我明白 我們勞工的議員 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真心說真的 沒有什麼人要入行 對 年輕人老實說這些叫做厭惡行業 是 他不會很想做 我們都明白 因為晉升階梯等 但老人家不斷越來越多 那怎麼辦呢 可能也有個 起碼有個出路先 那我們嘗試一下 老實說什麼都要走出來試出來 是 所以大灣區應該這樣說 因為香港的困難 還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一定要去認識廣東話 是 沒錯 你不跟外地 外地我們都見到有菲律賓的 有來自其他地方 他講英文 但我們又不講英文 那怎麼辦呢 又普通話都不行 所以之後大灣區 之後求咀於大灣區 還有因為法規的問題 你譬如在香港 如果來的時候 你見到最近講到外路的問題 大家又很多不開心 老實說一句 內地人都未必想來 沒錯 因為我們這麼多嫌棄別人 人家是未必肯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想 不如反過來 我們可不可以輸出一些老人家 讓他上面安老 純粹是試點 未來日子裡 其實這些最重要是 一些法規的銷接 很簡單 我們會不會有些 香港上的安老院開的當中 例如稅務的情況 牌照的情況 在內地會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都要摸著石頭過 不過基本上 我知道上面民政部 就很支持我們 所以我知道 政府應該在未來日子裡 每個月跟上面民政部開會 希望在短時間內 我們有些試點項目 就此試點項目 我們看看有什麼可以改進 至少老人家 能夠生活得開心一點 沒錯 我相信絕對有條件 還有剛才館牧也說了 其實今次簽的備忘錄 我認為都是零力突破 事實上你見到過往 這些備忘錄是比較少 亦都很難令到 我們有些不同的服務 可以過得到河 你對這個備忘錄 有什麼期望 其實我覺得今次 我有很大期望 因為我見到內地官員 都說得很真實 就是說我們大家不要客氣了 他說很真真實實 除了簽之外 我們就定好會期 我知道他們的要求 就是每個月都開 將所有的萬難都排除 以前沒有的 以前通常大家知道 千月備忘都是備忘 就忘了不見了 現在我想他們有了時間 不要的 我也很肯定 政府在這方面一定會做 至於中間會不會有沙石 有困難一定會有 因為始終都一定會有 不過我想隨著現在很不同 第一交通 沒有高鐵上去 跟人家也可能會怕 兒子會不會放下我 我覺得這個也是 中港融合國好的一個試點 因為有很多人對於 內地會不會不好 但我覺得可以大家放膽去看看 不過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怎樣能夠令到 剛才你所說的 將所有東西落地 即你都知道現在大家在講的 KPI 我想其實作為你們這個平台 在這方面又可以 怎樣再幫忙推動它去落地 落地我想最重要是政策 因為現在我們老實說 我們要求內地 因為我們有優勢 因為我相信我們跟內地的關係好些 我們有個試點項目 他這樣說 NGO都可以 我們會看看內地 他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就一條路去解決 我知道這次是很肯定 大家也有決心去做 變得跟以前不同 以前你一說 以為我送中 又說 將老人家送中 很難聽的 大家又不想去碰 現在我們很實事求是 真是希望到人家多個出路 很多不同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老齡化越來越嚴重 也看到特區政府和你們的平台 都做了很多不同的窗戶 或者實際的工作 但我覺得 單靠香港本身的人力資源 這是面對很大的挑戰 怎樣能夠令長者 可以更安心 或者更舒心 或者更加令他們心連心 可以對我們大灣區的安路服務 有信心的話 你覺得政府好 民間好 應該怎樣推動呢 首先要給一些誘因 大家都未必想做白老鼠 但其實我們有些長者 老實說 他們可能現在給的一些縱援的長者 他們其實都困難 特別是他們排不到 我們所謂津貼院舍 那他們賣位院舍的環境 其實有很多方法 最主要在初期來說 我們希望大家都不要太抗拒 因為長遠來說 你看到香港的老齡化 加上我們人口 可以做事的人口不斷減少 也有部分年輕人 我們想他們更加有多些希望 我們都叫他們大灣區 很現實地這樣說 只是希望給大家都有個可能性 是 即是多過選擇 總好過沒有選擇 是呀 好過牌 有些人說等到死了 可能很多人都很關心 究竟這個心連心 跟著各項具體的工作和措施 剛才你所說的 我們希望串連更多社福界的朋友 一起深連心去做一些實事 去讓香港變得更好 你望除了安老之外 其實未來的心連心連的平台 我們還會在哪幾個專項上 會再花點工夫 去再和政府提出更加多的倡議呢 其實我們很快 接下來的10月份就是施設報告 是的 我們基本上一定會有施設報告之前的倡議 不過我們就希望在之前 我們都會做一個大規模的 在業界的一個諮詢 大家坐過來 因為我們始終覺得智慧在民間 和他們是前線的 我們希望集合了這些東西 加上看著一些精準的幾項建議 給政府 我們希望倡議能夠得到政府的認同 另外一方面 我想我們都希望逐步逐步去做 因為始終香港問題都多 不過很肯定的 我們放幾個重點 第一就是安老 第二就是一些照顧者 我自己覺得 第三就是負貧 一直都要負貧 因為這個問題 至於其他我們希望 就著和不同的業界朋友 大家再商量一下 看看哪些可以做 不過始終我們希望就是 大家始終我們回到舊時的私餐精神 能夠同舟共濟 所以香港總有一天 可以更加的貧富大眾 可以更加有好的生活 我相信香港明天 必定會更好 一定好的 好 各位 我們再一次多謝管牧 接受我們維勞的訪問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維勞 繼續就著三年三日平台 提供多點意見 好 跟大家說聲 拜拜 拜拜 剛剛和立法會議員 一起支持新年三大行動 這個平台 繼續為香港 為國家做多點事